好的 欢迎回到EVO6强的比赛 那现在已经是到了败者组 海塔尼输给了Punk之后 现在又要面对上一个强劲的对手 来自多米尼加的Mena2D 现在Mena2D在北美这里是有绝对统治力的选手 基本上有一场大赛他就拿一个冠军 也就是说在北美这边他目前来说就是无敌的存在 独一打 就我一直以为街霸这个游戏它是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的 你水平再高你也扛不住那些对吧 不稳定因素放在那里 但是他做到了 他真的是把自己的成绩就稳定的控制在前四 包括像这样7000人的比赛 他依旧是来到了这样子一个最后6强的舞台 非常的夸张 好的 他今天没有掏自己的那个原神 没有用心情 这很正常对手是一个现代模式 你玩那种突进角色的话 就是用来给对手的一个现代做确认的 所以他在那边选择的是一个打防守反击的路子 那就接下来看两个其实都是偏向于防守的角色 到底会怎么来玩呢 上来奥利波 开他你这里想用自己的霸山过一手波 没有过到中拳戳中直接确认跟上 连续两个百列 跑完以后跳中掉做一个安全压反上了一个生龙 对吧这就是现代模式的那个生龙的特点 可以做反上升 你说你要经典模式 这个反上升是生不出来的 那个下下的输入时间实在是太尴尬了 再一个头折 完了以后 这边要抓吗 用下中拳对空有点吓人了 这一绿冲再做一个取消的话 可以带一个SA2 SA2拿下 上来第一灯问题不大 海塔尼这边是把自己的两气给留下了 那下一灯的话就有一个穿波 可以打一个起手 下一灯至少没到外地这边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战术 把发波的这个比例肯定要下调 然后直接开场就冲 对 我再一个绿冲以后选择一个大摆拳 大摆拳有个向后的位移 可以躲掉对手的一个下中拳攻击判定 哇哦 这一手势打的有点狠了 那这边发波直接被一个SA2确认掉以后 刚好斗气打空 没有空 留了一丝有点可惜 这边没打掉的话会有点难受 本来是可以垫定优势的一支 现在的话两边又有点讲不清楚了 而且梅娜2D在力回上面看起来占到了更多的优势 好对空 下中拳压一下 这个没有做取消 中拳打到受招了 这一波过去要不要接 没有 做一个安全跳 普通投 往里后对手水量已经不多 再一个绿冲取消 往后一晃一个头则 可以 这样来到下一灯的话 手上依旧是有个两气 嗨塔尼还有很多防守反击的资源在 绿冲吃到一个反击 这边两气换一个三气 而且还算挺赚的 梅娜2D这边交气进攻 现在轮到嗨塔尼了 下中掉 直接一个绿冲取消过来 然后带一个SAR 风云上打完以后 刚好可以把对手的一个斗气 还是没有掏空 完了 这手反打过来以后 这一手凹的 冠军打法 他其实这里算得很合理 因为这个SAR我凹出来 一旦凹中的话 对手就没有斗气 没有斗气 怎么说 你有什么可以打的东西 对空 好的 这手空对空以后跳动拳落下来 我觉得梅娜2D也很谨慎 刚才用空对空 主要是怕对手空中百列做变相 自己的升龙会空 这边凹了一个SAR 这边在转了个圈是干嘛 还这样的话总算是斗气全回上来了 梅娜2D先攻 然后马上被一个升龙凹走 下重脚再做一个取消 准备下段点完以后想拉后打拆 被对手直接抢 哇 没到力 哇 这个缺反 缺反因为没有斗气可以做取消 导致自己只点了一个中拳 哇 真的很难受 这个是现代模式的一个缺陷 如果这个时候是一个经典模式的话 我相信他可以一个站重脚起手 打上一整套 但是没有资源他就没有办法给伤害 非常难 哇 有一个缺反的机会 中拳取消 但这样的话是把自己的斗气给打光了 打光的话 面对露子这种非常赖的大摆拳 你怎么办我就问你 一路往前推 但这样推的话 自己的斗气会回的很快 但现在必须要抢了 再不抢的话 对手就要把你推上墙了 这推上墙这个日子就没法过了 好对空 来 进到墙角 对手也是反手一个升龙出来 绿冲以后选择一个中段 还不上一手 头丢回板边发波 这边直接选择一个蹦 我还好梅纳尔迪没有任何的反应 只剩一格的斗气 我去中拳顶一发 中拳发波 做前置 那消耗 现在海坦你有点禁不住这样子的消耗 因为斗气快空了 再吃一发波 就要没了 压力很大 选择主动出击 梅纳尔迪知道你要在空中做百裂 我啥也不干 直接等你落地 综算是把自己的一个斗气守住了 这边平衡翔杀 哇 中拳顶重 这里是一个前置的下中拳 去打一个复合 摸一个角 如果你想要打进攻的话 就很容易撞在这个下中拳上 好家 但是没有后续的动作 新拳点中 下中角直接踏路 又被反击点开 没拿2D真的是算资源算的太好了 这里中拳点中以后 直接选择确认一个封印线 一套打完落地以后 投则 扎过去吗 手上斗气还多 可以打进攻 哇这个白链 哇好危险 但是这个下中鸟命中 转圈 过去完了以后一个投则 手上只剩一个斗气 两边都是一样的 但是血量领先很多 这一手跳入直接打在对手的一个发波上面 终于等到了 等到你一个发波的时机点 拳的霸山 霸山完了以后第一时间 就去抓对手来打自己头的一个瞬间 再一个奔上桥 中拳一套打伤害 这真的大吗 不算特别大 还行 来了这边还是在板边保持压力 但是斗气很少 只要被摸到一下 但是呢不给没拿2D这个机会了 没拿2D在这边应该是要被斩掉了 空中再接个SA 可以 海达尼这边扳回一城 比分来到了1比1 在这个比赛当中没有弱者 每一个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从7000个人里面 杀出一条血路 难度本身就很大 中拳复合发波 会怎么来做 两个人在中距离一直没有找到下手的智慧 低空百列先摸个脚 要冲吗 这边一直一点点的摸过去直到吃了一个中段 没拿2D要开始进攻了 但是很快被一个生龙凹走 再一个霸山 星条点中以后再抽 把自己的资源全部烧干净了 再一个Burn就要把你往墙边去顶 对空 但是这一下对空面对对手的一个空中变鬼真的是有心无力啊 很难受 小罗完了这里 应该是要斩了 还差一点 哇 真 凹生龙 说明海塔尼真的压力很大了 在对手没有斗士的情况下 依旧是选择了凹出生龙 但这个选择还是比较合理的 一旦凹中的话 这局基本就有了 没有凹中那也没办法 毕竟对手才是凹生龙的高手 冠军打法来 直接确认你的蹦 在反边去蹦现代 你真的想多了 在一个确认生龙 淘地追过去以后看到对手的一个蓝房 想要打一个头则 没拿荔枝拆的很快 在一个霸山命中下中调取消 一路冲过去 现在怎么办 没有斗士抓下来就不能放对手出来 放出来你就是死 哇 后后躲掉对手的蹦 预判了对手 好 再确认掉你的一个大摆拳 用自己现代模式的精髓 一键超杀 当场带着 但这一灯的话手上是一点资源都没有 已经是背水一战了 没拿荔枝也是用出同一套的打法 中拳再取消 就压占你打 只要一旦打到一个大机会破防 我就直接把CA带上 你怎么来守 敲一下逆向 这边总算是位置上换出去了 但是局势上依旧很难打 这边夹招 都是有领先 但这一下被打拆 坏了 夹招完以后很本能的按下了自己的一个解头 怎么办 这一下打下去直接抬走 当场拿下一个perfect 这就是在资源落后的情况下 非常被动的一点 对手摸到你一下回报会非常的大 而自己摸到对手呢 回报就完全跟不上 而对手这边肯定会非常愿意追着你来 现在逼分来到1-2 一个8-3 过了 下中角放倒 技术往前追 低空白裂追 对手霍霍 连招没连上有点可惜 但是没关系 下中角绿冲还是把对手送进了墙角 中拳直接蹦上墙 再一个百裂 神龙 倒地后续的压起身 选择拉开 中拳命中 直接再做一个取消 这一灯狠狠拿下 拿下了吧 对手绿冲想要做一个换边 这里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机会 这一次雪很难翻 除非你手上有个三气在 没有三气对手就防一防 等斗气满了 对手过来 点中 要逼近板边要蹦了吗 没有 蹦 哎呀 你怎么 他不想用这个气 我觉得 他应该是要把这个气留一下 现在别死啊 我跟你说别死了 对手没有斗气了 真的 也没凹也没凹 哇 不会真的 还是得 哇 哎这个中拳 卧槽 翻了 离谱 真的都能翻 真的就是冠军 这就是拿过CPT两届冠军的男人 我看现在还有谁说他只会凹 人家是真的有东西 MainRD好强的 都没有想到这个剧本可以这样展开 没有能量 没有斗气 斗气是有一点的 但是没有能量的情况下 这个伤害可以一路追回来 只能一下 然后确认对手的发波 统一线直接过 过完以后直接蹦 上墙 再打一套 写一个神龙以后落地 中拳点中 好 再一个天上角 只剩一点点斗气了 没想到MainRD要怎么做 换边了 而且是正好斗气打空 现在留给亥谈尼又只剩一个 确认SA的智慧 一个超杀 来吧 没有 他不确认 他给到对手一个延迟打拆的机会了 你在做什么 你的风雨扇 你的气功掌 你打不打 你不打 哇 死都不拗啊 高手的尊严是吧 这局不得不说MainRD真的是有东西 实力太强了 最后那个后重拳直接打SAR 真的看呆我了 有点秀好吧 好了那今天这场比赛也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人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继续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